你 姨姨 當年你救了我之後 張開我的遲到哥哥 你給顧叔叔帶斷了我外 回國之後 找了你整整五年 那也是他被人間接觸 江浩我終於穿過你的 謝謝 我好想你 石頭哥 你被靈魂口 可欠 這還好 不是他還能不能接你 停车 依依的腿 你不会和他一样 顾总 找到孤儿院的江号了 找到江号了 他在哪儿 鹅红路 云京小区 长青门牌号 你不会放过你的 正好 你当年怎么对待你 对待你 老板你放心 我马上到了啊 哎这是住户电梯 不许你这种人能走的 妹妹 又是你这死亡 死瘸子 柔柔 你又逃客 你哪来得起啊 买这么好看的衣服 死瘸 鬼一遍 但我好是有你好看的 妹妹你等等我 滚 你也配合我坐一个电梯 哎 妹妹 哎 这部电梯必须刷卡才能用 没赶上就爬楼梯吧 这是八楼 我知道 来不及了 还好还好 还剩一分钟 你好 你订的水 喂 辛荣 没想到给我送水的还真是你 不好意思 你知道了我要退单 我看了一下还有一点时间 你确认就行 是吗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呢 超时了 你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玩你的 那要怎样 也不知道我爸是怎么看上你这废物的 非要收养你 容容 吵什么呢 今晚可是你跟顾家订婚的大日子 绝不能受伤 浩哥 这个送外卖的吼人家 人家好胖 顾家 订婚 妹妹你要结婚了 关你屁事 像你这种下贱胚子 这辈子都不会有人要你的 哎呦 这就是你杨姐 啊 这个吧 你认识我 我 我认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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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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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你 我都找了你大半年啊 没想到在这遇见了你放口 啊 浩哥 他就是孤儿院里的依依 对就是他 这么说 秦夫人让你寻找的女儿就是他 那我顶替他身份的事怎么办 你这场活吗 一眼你可别怪我啊 那我就怪你自己今天送上门呢 我听不懂我不是一夜 你不需要听懂跟我来 妹妹救我 妹妹我是你姐姐 闭嘴 谁有你这种姐姐 来人 救命啊 浩哥你快让他闭嘴 赶紧去 今天晚上的事比较重要 知道吧 好 来人救命啊来人 你 我叫我好有女儿救你的 放心 哥哥你不会很温柔的 你 你 你个真人 住手 你个 小哥你个畜生 你他妈敢打我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你没事吧 来人 送他去医院 不用了 谢谢你 我自己能行 那你又知道我是谁吗 给我打 我可是小哥 别敢打我 我个亲家认识 你打我就是他亲家 你打 亲家 没错 我可是亲家的座上兵 你敢得罪我就是得罪亲家 座上兵 我现在就动你 看秦家来的是救你呢 你 我问你 依依在哪里 你是舌头 我再说一遍 依依在哪里 他在哪儿 原来你不知道医医在哪儿啊 想知道啊 嗯 求啊 求我就告诉你 带回去慢慢问 哈哈哈哈 爷爷 我骗你报仇了 我一定的这地 以后再也不让你收一点回去 我要娶你 我要给你最好的生活 孤总 您和婷家大小姐的订婚宴已经开始了 再不去 会出大事的 那么大的架子 车子留下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是 差点忘了拿水了 还好没丢 没问人的名字 也不知道怎么报恩 算了不想了 快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的电话和地址 我会负责到 想和我盘关系 像你这种人的套路 我见多了 套路 你不会觉得我是为了跟你盘关系 故意制造的车祸吧 喂医生 也许可以利用这个女神来应付情价 好 医生我马上筹钱 我卖血都可以 求求你帮忙 我叫顾北辰 不管花多少钱 给我全力救治 你为什么要帮我 五千万 做我的情人 一个月后 放你自由 你疯了 你没看到吗 我是个瘸子 瘸子更好 更好 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吧 怎么 嫌少 不 支付宝到账 一千万元 这一千万是定精 从今天开始 你只能听我一个人的吩咐 派辆车来 干什么 做好了卖艺不卖身的 别算这样贫义 算便宜 你算到吗 你没碰过男人 我有男朋友的 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男朋友在哪 石头哥说过要娶我 我一定会找到他 你放心 我对你没兴趣 这位失散多年才找回的秦家千金 才是秦家家主和秦三少的质宝啊 那当然 这座价值三亿的大别墅 不过是秦家小姐回家的礼物之一 难道还有比价值三亿更贵重的礼物吗 那当然 最大的礼物是和商界添交 顾少定下的婚约 这顾北辰怎么还不来啊 调查人说他不计女色 靠近女人就过敏 严重了还会笑喘 他是不是不来了呀 他敢 我们刚向故事集团住的资 我们是故事最大的股东 他这个时候敢节外生枝 他想找死 皇后盛 toplamーン 第一 discriminate 你 帮助的人 再无论 哎 好 好 老子 难道她是在心疼我的腿伤吗 报警了 走路我还巧 你不想丢人 我还想丢人呢 依依 这么多年 你受苦了 看 这都是妈妈呀 给你准备的礼物 我这钥匙 勾定完礼服 限量款您胎包 价值不笔的首饰 这得多少钱呢 依依啊 不管今后你想要什么 妈妈和哥哥们 都会千倍万倍的补偿你 是吗 这些东西 远不如顾夫人这个身份导致 你以为这些东西 就能让我原谅你吗 你知道这些年 我过得有多惨吗 妹妹 妈和我们都 不不不不 让她说 让她说 我只要顾悲尘 你这么想做我的老婆 正好大老婆有了 还缺一个 洗脚的小老婆 顾北辰 她是谁 你看不出来吗 你自己跟他们说 你是谁 你自己跟他们说 你是谁 江新雅 你不要脸的东西 快离顾少爷一点 妹妹 完了 妹妹他不会又去诈骗他人了 你等我五分钟 我去解决一下这事 妹妹 你是不是因为爸的医药费 被人骗了 没关系 现在走还来得及 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哪里来的疯狗乱咬人 保镖呢 把这个小三给我赶出去 给我很狠狠的 让他知道 勾引我未婚夫的下 别提提你走了 还不快给我妹妹道歉 光道歉可不够 把地上的酒给我喝干净 这才叫道歉 没错 把地上的玻璃渣子都吞下去 我今天就放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够了 有我顾北辰在 今天谁敢动他 我绝不惊饶 顾北辰 这个瘸子是谁 顾北辰 你放着我如花似鱼的妹妹不喜欢 喜欢一个臭送外卖的瘸子 顾北辰 今天可是你和我妹妹的订婚宴 你在这里维护其他的人 你有没有想清楚后果 你叫什么名字 形势太复杂 弄清楚情况之前 绝对不能报证明 我叫江依依 依依 你在胡说什么 这么巧 这个女孩也叫依依 仔细看 眉眼确实有点像 我现在就宣布 你秦家退婚 顾北辰 你是眼瞎了吗 放着我堂堂秦家千金大小姐不去 居然刻上一个苏外卖的死瘸子 你真是至少难堪啊 顾上 今天让你来 全是顾家的面子 别不识好歹 顾北辰 我劝你不要干这种事 别把故事推向万劫不故事地 看清楚了吗 我的未婚妻只有一个 她叫江依依 你骗人 江欣雅 你怎么可以这么厚颜无耻 她的真名叫江欣雅 依依 你认识她 妈 她就是那个一直欺负我的杨姐 江欣雅 从小到大 我的一切她都要抢走 现在 她要抢我的未婚妇 怎么回事 我是这样的 姨姨是我小时候 姨姨是我小时候的名字 太奇怪了 妹妹 你怎么能电到黑白呢 北辰哥 你一定是被她给骗了 她靠着瘸腿妹子 不知道骗了多少男人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怎么回事 顾北辰 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嫁给你吗 你不会以为我是因为江家和顾家的生意吧 有个秘密 我必须要告诉你 什么秘密 石头哥 我找你找的好辛苦 我是姨姨 我是你的姨姨妹妹 姨姨 真的是你吗 石头哥 是我石头哥 我找你找了这么多年 终于找到你了 我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 石头哥 江家荣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态度 到底要干什么 姐姐 你一直喜欢骗人 喜欢抢我的东西 我的名字 我的爸爸 我的录取名额 我的一切你都要抢走 可是这一次 我不会再如你所愿了 石头哥是我的 我是这样的 明明 明明 江心雅 你还想得用江家的规矩压迫我吗 江 江家的规矩 姨姨 从今天起 你就叫江心雅 以后就住在这儿 我就是你的爸爸 这是妈妈 这是妹妹 爸爸 妈妈 妹妹 呸 脏死了 你这个臭乞丐 爸爸 我要他的背包 我 你个严丫头 那点规矩都没有 你敢顶嘴 不要 酒吧里有妈妈留给我的东西 吵死了 闭嘴 宰小黑屋 哼 爸爸妈妈是我一个人的 你这个脏东西 脏姐姐的 就得让人妹妹 你跳 哪怕是你的命 就得给 这是江家的规矩 懂吗 李依 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石头哥 你走后 我被江家领养 期间一直被姐姐欺负 所以哪怕我和秦家相认了 我也是瞒着江家的 我害怕他们想走我的一切 包括你 李依 你放心 从今日起 我会替你做出 不会再有人逗你分毫 你的东西 我要帮你全部拿回来 石头哥 你对我真好 可是今天你差点被姐姐给骗了 你还要跟她走 靠着装可怜 我知道骗了多少男人 这种品行低劣的人 不配做你的姐姐 今日约定作废 以后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更不能靠近依依 石头哥 你没资格那么叫我 姐姐 你放心 江家对我有养育之恩 我会好好报答他们的 李依 姐姐 你为什么要退我 李依 姐姐 你为什么要退我 李依 你没事吧 李依 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石头哥 我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 我要嫁给你 丢人现眼 活不过滚 别赖蛤蛤蛤小是天鹅肉 你不就想要钱吗 给你 滚 我不要你的钱 他也挺可怜的 还断了条腿 保镖 把他送出去吧 我不走我不走 我不走 我不走 石头哥 我的头好痛啊 你没事吧 我送你回房间休息吧 啊 早听说秦家小姐 沦落到孤儿院的时候 有个青梅竹马的初恋 竟然是真的 秦家千金好深情 这么多年一直在找当初的恋人 真爱啊 难怪依依这一回来就吵着要跟顾家联姻 原来他这是给顾少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啊 是啊 顾少年少有为 世才好恶 而且不沾女色 没想到这心里装的是我们的妹妹 两情相悦 久别重逢 妈 今天晚上订婚宴 我们要好好庆祝 嗯 走 李姨 你还记得我们早时候唱的童谣吗 什么 童谣 放手 我不走 我不走 诱人现眼的死瘸子 快滚 妄想勾搭我们千金大小姐的未婚服 做梦去吧 这种抽搐弯卖的要能当上顾夫人 我现在立马表演吃狗屎 我什么都能唱 唯独石头哥不行 石头哥 我才是一眼 救命吧 我当然记得 好久没听你唱 好怀念小时候 我们相遇的那个时光 今天发生了太多事 我的头好晕啊 石头哥 可以帮我拿杯喝的吗 好 什么破通药 鬼才记得 幸亏见浩哥哥让我准备了药 等生米煮成书饭 看他还怎么怀疑 不对 依依总不会让我过敏 难道这么多年过去 依依体制片了吗 还是 小新雅 为什么我对她不过敏 石头哥 我 石头哥 为了庆祝我们能在一起 干一杯 石头哥 难道你对我也要防备吗 怎么会呢 傻丫头 你这算给我喝毒药 我都会一饮而尽 石头哥 你对依依真好 浩哥 他终于回来了 头好晕啊 石头哥 我扶你去客房休息吧 好 你逃回来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要呢 放心 我确定那个短命鬼喝下去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记住 每天一礼 这个药不单乱情 而且是慢性毒药 等顾卫山死了 我们拿到她的遗产 就能一起享受荣华富贵了 那那个死瘸子怎么办 她是秦家真正要找的千奇大小姐 秦依依依 又是被人发现真相呢 死鬼 你真好 我还有更好的呢 健身健身 好 我 要求你们 不要让妹妹把我的路径统制书抢走 你要我干什么的都想我去打供去卖 只要你们不让妹妹把我的路径 统制书抢走就行 啊 就你一个残废瘸子 还望想上全国第一的名校 你根本不配 就是 不是你應該感謝你妹妹才對 什麼時候反省清楚了 再放你出去 我求求你們 我求求你們 我跟石頭哥冤地過的 我一定要跟他讓一個學校 你死了這發心吧 小野種 作為鐵劍 你怎麼能這麼自私呢 好好反省吧 我求求你們 我求求你們 求求你們了 求求你們了 不行了 我不能做一點點 我得告訴石頭哥真想 瘋子 對 我的家 应该是被人下药了 石头哥 石头哥 你是谁 是不是你给我下的药 没有 不是我给你下药 是我 我是依依 依依 依依 真的是你吗 这么多年 我好想你啊 你们竟然搞在一起吗 会不好是 居不上我书院 你怎么会散传 小贱人 昨晚伺候我伺候的还不错 今天我就让你再爽一点 不可能 昨晚明明我是跟石头哥在一起的 啊 我这么像你石头哥 我那么像你石头哥 我 离我远一点 你说什么装啊 昨天你就已经是我的人了 你放开我 妈 敬酒不吃吃发酒 你看看你什么样子 睡你但是看得提你 那个死残废 谁能把看得上你 看着 你放开我 我要去找石头哥 还找你石头哥死了心吧 你妹妹是天津大小姐 你哪有什么跟他比 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昨晚的石头哥 和你妹妹洞房 不知道多爽啊 我不信 不信是吧 我带你去看 石头哥 我终于是你的女人了 姨姨 昨晚我们 讨厌 你要对人家负责 姨姨 你放心 我会给你最盛大的婚礼 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给你 真的吗 太好了 让姐姐当我的保姆也可以吗 只要你高兴就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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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玩石头哥 好啊 你是想让他知道 你已经被我玩过了 你已经脏了 别担心 会会对你负责的 啊 你休想再掏出我的手心 就算 昨天晚上是你又怎么样 我不是你的努力 你休想控制我 我大不了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既然 好戏还在厚 爸 自从你把我从工儿院带过 我就很感谢你 我愿意把一切都给你 除了我的石头 可是昨晚发生了很多事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 江欣啊 你确定今天还要抽血吗 只要能救我爸 抽多少我都愿意 医生 医药费的事情 能不能再还还 医药费 医药费都付过了呀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家现在有的是钱 我女儿 要嫁给那亿万总裁 顾北辰了 小瘸子 去给我倒水去 啊 你怎么做呀 跪下 对不起 对不起 看着 抽血血 我爸养育端的情况 我要永远离开着 顾总 真的要查 医药费夫人吗 查 还有江家和秦江 是 今天回公司吗 去医院 我都要看看 谁那么大胆给我下药 会不会 是江浩 给我抓回来慢慢问 是 顾总 你不要命了 又现行 又拼命地打过赚钱 到底是为了什么 报恩 你这欠江家多少安情了 我也想知道 石头哥 这个名字 不是你能叫的 我已经在 再也陪不上他 也许江浩说的 远离时光 谁不能让他知道我被江浩 我有事找你 好 我还没说什么事呢 只要你让我做的 我都心甘情愿 你倒是通透 还是为了那五千万吧 你放心 我给出去的钱是不会要你还的 我要娶你的妹妹 这五千万不需要你做我的恋人 你拿好钱 照顾好姨姨 照顾好 姨姨 怎么 不愿意 还是 又想加钱 我 我愿意 我不要钱 只要你开心 我什么都愿意 不愿意 今天就算了 从明日起 你来我别墅 照顾好姨姨的饮食起去 好 石头哥 只要能与你近日子 哪怕只是看着你 也是好 我找到姨姨了 恭喜你 终于铁出开花了 是不是准备 让我给你治疗过敏了 你体质独特 但也不是不能治 是你非要留着这个病 不就是想找到你的姨姨吗 是 不过我有点奇怪 我的姨姨过敏 我记得小时候不是这样的 小姐 不对劲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可能人的体质会改变吧 这些年姨姨受了那么多苦 我不会让她再受委屈 对了 你知道吗 你小时候的那个孤儿院要拆迁了 拆迁 我这就去拍下那块地 来不及了 据说今晚就要动工 你来啊你来啊 来抓我呀 姨姨你等等我 来抓我呀 来抓我呀 姨姨我好想你 你不知道昨天发生了多少事情 你不知道昨天发生了多少事情 我真的很想 想我们相依为命的事 如果离别就为了 再见一面 哎哎哎哎哎哎 谢谢 撕狗哥 z 你还记得吗 之前每次我做噩梦睡不着 你都会翻窗户 唱童也要给我听 丽丽 我一定会守住孤儿人 我们的婚礼 就在这里举行 丽丽小时候最爱跳舞 可是后来因为就无断了腿 再也没有办法跳舞了 幸亏将在画前治好她的腿 黑黑的天空低垂 凉凉的繁星伤随 虫儿飞 虫儿飞 你在思念谁 天上的星星流泪 地上的玫瑰枯 石头哥 我昨天晚上被人欺负了 但我不敢告诉你 丽丽 丽丽 是你吧 石头哥 先把这个破楼拆了 好嘞头 丽丽 你在那里别动 我现在来找你 好 石头哥我听你的 一定是石头哥认出我了 哪怕没有太紧 就算是分开这十几年 他也能认出 平时 为什么 嗯 嗯 嗯 我是 我不 啊 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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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是道哥我是易奕啊 你别怕我来救你 我的老天爷呀 发财了 这随随便一条裙子这好几十万呢 顾上对你可真好 这点钱算什么 这栋别墅价值十亿 不识资产更是不可估量 这顾总这么多钱 都是我们的 当然 顾家的一切 我势在彼得 不好了 你总在孤儿院出事了 什么 他去孤儿院干什么 叫好收过找人强拆孤儿院 彻底消除一一的痕迹 这个 千万不能让顾少知道 那个瘸子才是真的一一 小命 小命 快听听听听 小命啊 你怎么听见这里面有人喊呢 这有人不就出人命了吗 是他自己非要进去的 光我们什么事 就当没看见 哎不是 这里边 我看着声音还不止一个人呢 江浩可不是好惹的主 如而愿不真 明天我们俩就有 动手 这可是出人命 这事可真闹大了 我一定在跟江老板说一声 我 是大哥 有人吗 有没有人 石头哥 我是依依 我才刚回来 我还没有跟你表认呢 有没有人啊 石头 别拆别拆赶紧给我停 哎呦好嘞姜小姐 停停停姜小姐让停了 怎么回事 干的好事 我这什么都没有了 我这么做不全是为了你 为了我们的孩子 你应该怕的是他发现你是假货 你知道最好 等我和古北辰结了婚 你想怎么弄死他都行 记得每天下药就行 那个药可来之不易啊 知道了 这个死瘸子怎么也在这啊 不好 他们该不会相认了吧 乐容你在说什么呢 妈 穆北辰就是那个死瘸子 心心念念喊了这么久的石头哥 啊 原来他答应娶你是认错了人 啊 啊 死瘸子 不被人是我的 你休想强走我都不贵 石头哥 我来自 简人闭嘴 孩子 这可是好机会啊 什么意思 可以彻底拿下顾北辰的心 顾北辰昏迷不醒 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告诉他 你是冒死救了他的命 你这个主意好 顾北辰一定非常感动 哈哈哈 弯针 死瘸子 我就是要强套你的遗弃 你能拿我怎么样 哼 十大哥 哥你不能有蛇 我的蛇 殘廢哥閉嘴 你要再敢提這事 我撕了你的嘴你信不信 讓你徹底說不了話 你都知道了 顧北辰就是我的石頭哥不错 這個死穴不知道走什麼狗屎 竟然是顧北辰的心象 你也不照鏡子看看 顧北辰現在是天之驕子 太易總裁 你呢你個殘廢你配嗎 是 數幾幾非心 我連個乾淨的生子都不 如果石頭哥知道江浩巧破滬 他一定投不於是 信仰我還勸你實相的 你要真為你石頭哥著想 你就成全他和你妹 江家把你養大不容易 你要懂得感恩呢 感恩裝什麼 這又不是第一次 你依依的名字在考大學的時候 你就算給容容了 投資書是為你們搶走的 看容頭 你的就是張家的 江老闆你終於來了 把他交給你了 你們什麼時候辦婚禮啊 早點把他娶了吧 免得他又惹事 媽 你讓我嫁給這個混蛋我不干 要不是你這雙臉蛋長得還挺漂亮 你又有會玩這個殘廢啊 江老闆肯娶你這個殘廢 是你八輩子修來的福 好好伺候他 不然我絕不侵擾你 我 我死也不下這個混蛋 這個要不得了 我 你已經是我的女人了啊 小賤 你覺得這麼不要臉 江老闆 貨貨本在這 你趕緊領這 我怎麼跟你說過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不要 不要 你你這 真是 你媽媽就是他吧 領了這兒 他的消息 是我家人 就是心事 給他找公司 讓他去當毛 他媽 警告你 你是依依的秘密 死了都要爛在肚子裡 行 他要是敢信了 我把他死是全打出來的 讓他撤上敵地當個殘廢 不要 我死都不會嫁給你 小賤人 你是不是還以為石頭哥能來救你啊 我告訴你 他已經死了 石頭哥死了 死了 不能 哎 呃 這個死穴子怎麼這麼大力氣啊 站住 醫生 你告訴我 顧本辰在哪個病房 呃 樓上 四零六房間 哎 你傷得很重 不能這麼跑 會留下很嚴重後遺症的 石頭哥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擔心你 你千萬不能有事 我願意用我的命 為你好好活著 是 石頭哥 江西亞 你居然追到這裡來 離開男人你是活不下去了嗎 嘿 啊 我告訴你 你要是再敢來我絕不著你 你這個死穴子居然敢打我 黑夜 姐姐 你不要再打了 我不應該跟你搶石頭哥 我不應該瞎著你去國人院救石頭哥 你胡說什麼了讓開 小西亞 你給我住手 你再敢動他一下的話 我要你的命 石頭哥 你還活著 石頭哥 你醒了就好 為了救你 我的手險先被砸斷 你說說我可能再也彈不了鋼琴 你會不會嫌棄我 你放心 你所做的一切我都記得 我一定不會辜負你啊 石頭哥 姐姐要搶走你 我不願意 他就打我 石頭 是我救的你啊 你不知道了嗎 石頭哥 如果姐姐一定要搶走你 我 我 我的心好動 一一 江欣雅 你給一一道歉 否則你今天別將走出這裡 我看誰敢那麼囂張 感動我們秦家的人 石頭 有秦家在 無論你遇到任何事情 秦家都會跟你撐藥 疼嗎 不疼 我帶你重新包砸 我不走 我還沒跟石頭哥相認 十年前江家領養的根本不是江欣茹 而是你 三年前 你們為什麼互換身份 互換名字 江家 到底有什麼秘密 你都知道了 秦大少 你到底想幹什麼 石頭哥 姐姐真厲害 居然讓我大哥這麼驕傲的人 被他挺身而出 秦家 跟江欣雅到底什麼關係 要你這麼護著他 顧總 我勸你做人 還是擦亮自己的眼睛 別當個睜眼瞎子 等等不行 我還沒有告訴石頭哥真相呢 你還沒看出來 他就是個瞎子 你要帶我去哪 做親子監定 為什麼 你不想找自己的親生父母 我的親生父母 剛才你大哥的話什麼意思 石頭哥 姐姐一定是恨我們在一起 所以又拿殘疾的事去找我大哥訴苦了 我好愧疚 我不應該和他都喜歡你 可是石頭哥 我不能把你讓給他 我怎麼辦 你太想念了 石頭哥 你真好 可是我好擔心 姐姐會因為嫉妒我們做傻事啊 我答應過你 讓他照顧你 你一定會得到他的祝福的 姐夫母大哥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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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頭好暈啊 姐姐 衣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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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 你们这是干什么 他们呢 是全世界排行第一的大厨 你呀 吃点东西补充营养 来 做完亲子鉴定 就值得答案了 好喝 只要有你的血液样本 给我一个小时 哪怕全球七十多亿人口 我也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谢谢 虽然我不知道大哥为什么这么帮你 但你这么瘦弱的女孩 甚至还受了这么重的伤 让我刮目相干 你放心 我们前家都找不到的人 这世上就没人能找到 谢谢你们 前家人其实并不会 和他们在一起 莫名有种安心的感觉 有点像家人 把江西雅交出来 是石头哥的声音 是石头哥的声音 坐 你好好休息 可是 放心 有我在 交给我 你不想找亲生父母了吗 好 江西雅 你知不知道 明明担心你 已经晕倒了 我不需要她的担心 小西雅 你够了 你妹妹为了救我死里逃生 你作为姐姐如此自私 她救 她死里逃生 跟我走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她说什么你都信吗 不然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想当这个伴娘 故意装出的一身皱伤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 放手 好一个工夫 有两下子来人 等一下 我跟他走 朋友找到爸妈 谢谢你们 谁才是天家真正的学 石头哥你要干嘛 别装了 我已经查过了 医生已经承认 收了你五十万 给你伪造病情 要不是依依心心念念 要你参加婚礼 你觉得你还能安稳地 站在这里 我没有 你妈妈已经说了真相 昨晚你知道 依依冒死救了我 就假装摔倒 博取同情 避开照顾依依 你信 我本以为 你也是个单纯善良的人 但事实证明 猎手往往擅长 与伪装成猎物 从一开始 你就精心设计 如何引起我的注意吧 谁都可以了 唯独你不行 你要干什么 你看看 我这些伤是真的是假的 我一定会千多万倍的动力好 我没骗你 我身上的伤都是真的 美诚哥 你把姐姐找回来了 啊 姐姐 你为什么在我衣服面前把衣服都脱了 微诚哥 你们在干嘛 我我没有 我们不是 你说过 你小时候的腿伤治好了 为什么你姐姐有同样的腿伤 张家没有给她治好 北辰我们出去说 既然是一家人 就把话说清楚 微臣 你第一次这样凶我 既然你怀疑我 那我就给你看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竟然不但吻了我的胎气 甚至不惜在腿上留疤 看来她是铁了心 要把我的石头哥抢走 难道 有什么阴谋 石头哥 这件事其实是江家的秘密 我和姐姐都是联养的 而且都有腿疾 因为爸爸当年的女儿 得了小儿麻痹症 所以江家专门受养会有腿疾的孤儿 那时候姐姐家里穷 没有治好她 受养我的时候 爸爸为了弥补遗憾 不惜借高利贷才治好了我的腿 你不相信我吗 我都已经是你的女人了 我怎么会骗你呢 对不起 江西人女一起去 凭你还想和我争 我的脚痕这么大 我都在一起 你姐姐没有撒谎 她身上的伤都是真的 让她好好休养 石头哥 其实我不想说的 她的伤 是半夜私会男人摔的 你撒谎 姐姐你就承认吧 你和江浩私下都睡了 妈妈也答应你们的婚事了 江浩 你喜欢江浩 你是江浩的女人 我 姐姐爱江浩 爱得死去火来非她不嫁 她身上的伤就是证明 既然你想拿走五千万 就要履行合约 这是合同 在一个月之内 作为依依的助理 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包括筹备婚礼 如果这样做能让你开心 不管做什么我都累了 江浩荣你要干什么 你不怕顾白山知道吗 死瘸子 你也配叫我为侯夫的名字 放开我 抽 只要没死 随便抽 我这个姐姐呢 最小 给她一个好好表现的机会 不要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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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能继续抽血了会出人命的 你 刚才不是很嚣张 你有本事继续过于北城啊 我没有 我才是真正的医医 石头哥要找的人就说 奶蛤蟆想吃天鹅肉 简直吃心妄想 再对你 想想你捡了你的舌头 哈哈哈哈 为什么你要冒充 你想对石头哥做什么 你有什么目的 想你东西还需要理由 杀了你你都是活该 休想 与与与 出什么事了 与与 姐姐 她要杀我 救命了 与与 你怎么样了 张思义啊 你这个女人简直是疯了 连自己姐妹都要毒害 与与 好东 石头哥 我是不是快死了 啊 姐姐 如果我死了 你就如愿了 希望你 继续替我照顾石头哥 不说你那么说 你绝对不会有事的 这个世界上 你是我最爱的女人 如果你死了 我也不会苟活的 舍仙星辰 드 別裝了 一一一一 郭總不是裝的 他事情過多情況危急 他要送醫院 會入人命啊 你放開我 我曾經發過誓 誰敢欺負一一 我十倍奉還 我才是你的一一 你可知道你正在傷害我 你那些骯髒的事情 我都已經聽說了 小時候偷家裡的錢 長大後又偷一的通知師 最後還偷家裡的房產證據 養男人 是真經濟 那些都不是我做的 我恨你 檢查報告出來了 江欣雅她懷孕了 懷孕 你 懷孕 難道是江浩的 醫生不要 我不要這個孩子 幫我打掉他 我從來沒見過你那麼冷血的女人 連自己的親身骨肉都要殺害 就算死我也不要這個孩子 小雅 小雅 太好了 我都聽見了 醫生說你懷了我們的孩子 明天我們就去登記結婚 我不可能跟你結婚 我不可能剩下那個孽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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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走我不想跟他擔在一塊 你別讓我單獨跟他擔在一塊 你別走 閉嘴那你先讓他知道 你是怎麼壞了我的孩子嗎 我可是全露下來了 石頭哥我好多苦快將止不下去 我該怎麼辦 你不是不想家 我交給你一個人 只要你乖乖的去顧家當保護 然後把顧家保險箱的鑰匙 偷出來交給我 我就不再承諾你了 你要對顧家做什麼好 這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了 想要是做還是不做 做吧我去做吧 我一定要查清楚江河和江西龍的英文 哇 你看您的氣質我就知道 您一定是少夫人吧 我不是 我懂我懂 少夫人喜歡低調 現在的有錢人都喜歡低調 來來來來 快擺上來啊 少夫人我給您介紹一下 這款呢是國際頂端品牌 愛馬仕的限定項鍊 還有這些全部是當季的新款 這個是顧總專門為您派下的 皇室高定珠寶 這邊也是 還有那邊你看看 呃 你們搞錯了 我真的不是少夫人 哎呀 少夫人 告訴您個秘密 顧總今晚在花園 為您準備了個大驚喜 你難道不想去看看嗎 想 這就對了 來來來 送好少夫人換衣服去 今晚吃什麼驚喜啊 那得您自己和顧總解鎖呀 哇塞 少夫人 您簡直太美了 顧總見到您一定會很開心的 如果只是一場夢 我倒希望永遠不要洗 對了少夫人 項鍊呢是開啟密室的鑰匙 這可是全球僅有的冰藍之夢 價值三十個億呢 開啟密室的鑰匙 是啊 顧總說了 今晚是她跟依依的十年之約 誰都不許打擾呢 石頭哥 我真的好想知道 你給依依準備了什麼樣的驚喜 除了這個 還有那個 其他都把我包起來吧 太豪氣了 你看你就是實力非凡的女總裁 怎麼說話呢 我女兒才不幹活呢 她可是堂堂的顧總未婚妻 顧總 就是那個帥氣多金 年少有為的百姨總裁 太羨慕你了 不錯 把你們店最好的衣服都給我拿出來 是是是 還是我寶貝女兒聰明 知道來這高端定制 哈哈 這隨便一件衣服就好幾萬呢 你看這什麼 絕了 那個小瘸子要是看到了 那肯定極度的眼珠子到底掉了 那當然 我可是未來的固態 自然要最好的最貴的 都給我包起來吧 是 我怎麼記得管家讓你回別墅是衣服呢 別墅里都是些舊衣 不要也罷 對對對 還是寶貝蓉兒 我女兒 太聰明了 如果離別 就為了 能再見一面 愛是想念 不得怕無限 離開 憶憶 你今年的生日願望是什麼 每年都一樣 希望了石頭哥健健康康 永遠快樂 笨蛋 你不會壞一個 對了 你為什麼那麼喜歡向日葵 因為向日葵像石頭哥的笑容 永遠陽光 永遠燦爛 好 我以後就為你建個大花園 裡面種滿向日葵 石頭哥 原來你一直都還記得 剛看我錯過的大雨 石頭哥 石頭哥 我要不要進去 憶憶 我已經到了 在裡面等你 還記得我們的十年之約嗎 我有驚喜要給你 石頭哥 石頭哥 憶憶 你知道算日葵的花語是什麼嗎 是 沉默長久的愛 是的 我愛你 石頭哥 我好想你 憶憶 這是我賺錢買下的第一個房子 你是我的希望 有了你 我就擁有了一切 我現在就去開燈 讓你看看我們的家 不行 不能開燈 為什麼 不行 不能開燈 為什麼 對不起 石頭哥 我不能讓你看見我的臉 你會失望的 憶憶 你今天怎麼不一樣 怎麼辦 這下怎麼跑 憶憶 別留下我 如果我騙了呢 不管你變成什麼樣 你後退一百步 我都會前進一百零一步 憶憶 我愛你 再給我 憶憶 不對 叫欣憶 你是也瞎了嗎 居然認錯人 我才是顧家真正的少夫人 少夫人我錯了 千不干萬不干 我不應該沒有弄起出那個女人身份之前 就把這三十個億的冰藍之夢給了他 什麼 三十個億的冰藍之夢 那可是全世界女人冒冒一頭的珠寶 你竟然給了那個死絕的 我錯了我錯了 可以啊 那個小竟然在哪兒呢 這趕哥永遠超寶貝 我要做了他 他在花園裡 居然敢碰我的東西 你 你 對不起 你忘了我吧 神總會長大 也許過去的記憶就應該留在過去 給我抓住他 看來你的傷已經康復了 都可以跑出來過夜男人了 死殘妃 你見不見 沒有男人活不下去了是吧 蓉蓉你看 這就是顧總給你買個三十億的冰藍之夢 死瘸子 你居然冒充我 搶我的男人和珠寶 馬上給我道歉 是你想冒充我的 你到底要對顧家做什麼 不道歉是吧 那就把這些髒東西給你吃下去 別狗叫 別著急 慢慢吃 吃太快了不好消化 哈哈哈 住手 你在幹什麼 石頭哥 姐姐想搶走我的項鍊和衣服 送給他的情人江號 居然冒充我 剛才真的是你 為什麼剛才似乎一切都很對 甚至我的身體都沒有任何過門跡象 這個女人 到底是有什麼魔力 不是我 別裝傻 你和江號到底什麼關係 是不是江號讓你咋扮一一的 原來你是這麼看我的 欺騙 貪財 自私 此時我混亂 還和江號撕毀 你還懷了孕 你想著我怎麼看你 顧貝春 你果然是傻子 石頭哥 你還跟他廢話幹什麼呀 快把他趕出顧家 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 石頭哥 你不會是心軟了吧 他是江號的女人 讓他留下給你做保姆 我看江號到底想幹什麼 工師笑品 以後別穿白色 石頭哥 謝謝你送我的禮物 我好喜歡 特別是那個冰藍之夢 那 花園裡的那些花呢 那些向日葵也太廉價了吧 配不上我們的花園 我們應該種上稀有品種的玫瑰 今天我累了 石頭哥 別鬱悶了 陪我喝一杯 不了 你先去桌子吧 奇怪 為什麼江青雅 山上的節氣更新 明明江青雅 我才睡 人家今晚不想走 那我是留給你 我去靠天了 啊 這個男人簡直有眼不濟 你 必須警察到黑暗 忽然有喜歡就來不及了 石頭哥呢 去跑步了 我警告你 不准基於我的人和東西 你別忘了 當年要不是我爸媽 你早就死 你不但欠我們江家的養育之恩 你的命都是我們江家的 你喜歡我就給你 反正你們江家的錢我還的差不多 我能把這1000萬還給你 我就離開掉 你想造反 江西雅 你不過是我們家養的一條狗 還是個瘸子 是你們搶了我的名字 我的身份還有我的錄取通知書 現在看來你們更願意當我 你敢罵我 我只是拿錢辦事 我不是你們任何人的奴隸 好好好 看來你的骨頭硬了 今天是我和顧偉晨的婚宴 我不和你一般計較 我命令你 把這杯牛奶送給顧偉晨 必須親眼看他喝下去 好 既然你這麼喜歡你石頭哥 我就讓他去死 依依小時候就喜歡照顧這些小動物 你跟我一樣 也被困在蟲籠裡 希望你堅強一點 飛向屬於自己的天空 依依 怎麼又是你 顧總您忘了 是您讓我在這兒當保姆的 為什麼我總之錯把他當成依依 一定是他故意的 還是向好知識的 給你 你喝 為什麼 我懷疑你在裡面下藥 你跟江星柔一樣自以為是 給我喝 你瘋了我懷孕了 我記得是江浩的孩子 你那麼愛他 你放開我 喝吧 你別挑釁我 你沒有拒絕的權利 你錯就錯在 愛上一個不值得的男人 是啊 我錯在愛了你這麼多 你哪怕你根本沒有認錯 我還是想留配在這兒 顧總有人在門口鬧事 你的男人 這麼快就等不及來要人了 還真是 誰允許你走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我就是故意整你的 那又怎樣 好 容容 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 跟這個晦氣的殘廢說什麼 髒死了 快把他趕走 媽 別急啊 我還有禮物要送給姐姐呢 這個手機裡 有姐姐和男人的一頁情記錄 可禁爆了 不知道石頭哥看了會是什麼感想 你 我到底哪裡對不起你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這就受不了了 我今天才剛開始欺負你呢 你猜 為什麼那天江浩會突然出現在你的房間 是你讓江浩瞧嗎 哈哈哈哈 江浩容你喪心闢狂 這都是你驚悠自取 是我取我自取 是我心甘情願給江浩倒牛做馬這麼多年 是我每個月 最願去抽血給爸爸治病 我把一切都讓給你 包括石頭哥 閉嘴你胡說我搞什麼呢 媽別氣 雖說家仇不可外揚 但是時候讓賀進名人 看看你下一個 啊 你個死殘廢 個死殘廢 你也要冒充我的身份才能上大學 你也要冒充我 才能跟顧北辰在一起 你敢不敢把這些工具給重 殘廢 信不信我要江浩弄死你 你不相信說 你千不干萬不干 不敢踩了我的底線 什麼 明暖影像 李和嬌 是怎麼免費的 還是想要他的孩子 啊 姐姐你幹什麼 孩子 我和石頭哥的孩子 你懷了顧北辰的孩子 依依 你沒事吧 疼不疼 依依你懷孕了 真是命運動人 啊 容容 你才懷了顧總的孩子 這可是頭胎 千萬不能出事啊 快點去護車 媽 別生姐姐的氣 她太愛江浩了 只是想多要點錢 妹妹 你不當有後可惜了 管家 現在立刻送依依去醫院 老張城最好的醫生 絕不能出事 啊 姐姐也流血了 怎麼辦 她活了驕傲的孩子 依依 你太善良了 她都那麼對你 你還關心她 她不配去醫院 就是 她的命啊 比毛坑裡的石頭都硬 小時候七天不吃不喝 都死不了 七天七夜不吃不喝 她被你關進壁了 媽 你亂說什麼呀 我的肚子好痛 瞧啊 這 是表達太誇張了 我就是比喻 比喻 若若 我們去醫院 那你們先去 來 石頭哥 我等你 你快來 不 這個後來 我們再留了 放心你爸爸已經安排好了 我現在肚子好痛 剛才牛奶裡真的被嚇養了 我求求你帶我去醫院 你這個捨些心腸的女人 因為嫉妒妹妹 用這麼歹毒的法子 我沒有 是她自己摔倒的我冤枉我 我沒有 如果依依和她的孩子有事 我要你賠命 你放開我 是你自作自殺 一次又一次的傷害依依 就算是賠命 那也是應該的 我沒有 你為什麼不相信我 心性 我錯就錯才對你太心軟了 在你第一次對我下毒的時候 我就應該把你解決 你真的以為 是我想害你 別以為我知道 你可將好兩個人狼狈為奸 想殺了我 毀了我顧家 我沒有 不是這樣的 你聽我說 小雅 保險箱的鑰匙你偷到 真相就是 連男人都告訴我真相 不是這樣的 你聽我說不是這樣的 顧總 好 你也在 看在我們是孤兒院老熟人的份上 我找你要點錢的話 也是應該的吧 你也看到了 小雅懷孕了 以後養孩子 吃穿用多少花錢的 你的意思是 要我養你們一家人 對呀 要不是我 你能找到依依嗎 我只要錢 真是 想必你也是要錢嗎 哎 顧總大些 對啊快看你多少錢 你不就是想要錢嗎 我可以給你 不過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一輩子留下來給姨姨做牛做嗎 對 我是需要錢 需要錢換人情書證 我要和你們端一曲 石頭哥 你要是認不出我了怎麼辦呢 笨蛋 你忘了嗎 我只對你不會過敏 石頭哥 拿著這個 想我了 就看一看 姨姨 等我 我會回來接你的 石頭哥 好好照顧自己 天天生病 日月生病 我會回來接你的 石頭哥 你不關人家養不起你趕緊滾 學長我不想走 我走了石頭哥就找不到我了 你的石頭哥 早就在國外飛黃騰達了 早都把你忘了 瞧瞧你 不要趕我走 我已經挺快 我想錢 我再也不吃藥了 我我一天不吃飯 沒錢的藥罐子 我們可養不起 你那麼相信你石頭哥 你去找他去吧 嗯 好燙啊 這小野種他不是快死人嗎 你別廢話 這可是財神 絕不能死 你相信準不準啊 他真是秦家流落在外的小野種 小廢話 快把人送醫院 來孩子 孩子 姐夫 我們就是你的爸爸媽媽啊 是我們救了你 千萬要記住啊 孩子 姐夫 你們就是你的爸爸媽媽啊 是我們救了你 千萬要記住啊 錢夠不夠 買你下半輩子在顧家 給依依做牛做馬 不夠 幹完這個月我就去看 別裝 你以為你是誰 還想要多少錢 我是誰 我是一個孤 孩子 對不起 沒能讓你來到這個世界上 但是 我們彼此都是好事 依依說過同樣的話 你到底是誰 已經不重要了 清晰啊 你怎麼渾身是錢 顧偉辰 你個畜生 你對他做了什麼 秦大蛇 你能先把我扶起來嗎 顧偉辰 你欺負一個女人 還算不算男人 結果出來了嗎 找到我親生父母了嗎 找到了 我親生父母在哪兒 秦大少爺 你本不應該多管現實 他收了我的錢 他是我的人 我留下他 被你活活折磨死嗎 從今以後 不允許任何人 再動他一根手指頭 站住 你怎麼會 顧偉辰 你雖然實力不足 但我秦家人的眼睛裡 還沒有怕過誰 那我所謂 我一秒都不像在這堵蛋 顧偉 從現在開始 我們互不相信 從此是路上 你欠的錢我來解決 他欠你多少錢 我 石頭 這可不像你 你這眼睜睜的 看著他被別的男人帶走 他不過是依依的養姐 不是依依 是 你的孩子可能保不住啊 什麼孩子 啊 哈哈哈 跑不住就跑不住了呗 關我屁事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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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無論如何都必須拿到這個手機 恢復數據 這裡面到底是什麼 幸好我們的孩子沒事 姐姐大鬧一場 把我們的婚宴都毀了 我會彌補你的 你想要什麼 真的嗎 我現在有了冰藍之夢的項鍊 我還想要三十克拉冰藍之夢的戒指 你小時候似乎不喜歡這些 人總是會變的嗎 人家長大了 顧總 您吩咐的是 查到了 換個地方說 是 石頭哥 婚禁 等你身體好些 下周帶你去蝦市拍賣會 尺 把她带回卧室后 她就再也没出现过 那个女人还真的是 一分钟都离不开男人 江家那边 似乎有专人处理过 很多东西销声匿迹 看来老板 喜欢的是江心雅呀 继续给我查 我要知道 一一离开孤温院后的 所有经过 是 恭迎大小姐回家 你才是我的一一 你走了有二十年 妈妈好想你啊 妈 今天我回来了 不会再走了 我终于有家了 一一啊 多亏了你这些哥哥们机警 重新再测了 亲自鉴定 要不然啊 我们还真的被江建国呀 给欺骗了 险险让那冒牌货呀 进了家门 妈 我第一次见一一的时候 就感觉 她和您年轻的时候 特别像 的确 那个女人进了我们秦家 就开始各种要钱 这次嫁给顾北辰 就要了天价彩礼 妹妹 那个冒牌货 我绝对不会饶了她 你想怎么报复她 只要你提 哥都满足你 是啊 算了 一一 你确定不让顾北辰知道 你才是那个 赔得相依为命的一一吗 现在不想了 好 那大哥 会在全世界 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立刻治好你的腿 让你彻底脱胎换骨 孩子 你说苦了 这次啊 有我们秦家给你撑药 一周后 我们将会在巴黎 举办顶级的家事拍卖会 听说顾北辰啊 上次用了三十个印 拍下了冰蓝之梦的项链 这次妈妈 要把全世界最好的珠宝 全部拍下来给你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一看 我们秦家女儿的风采 原来这个拍卖会是我们秦家举办的 当然 孩子 你刚回来 让三哥哥哥带你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秦家的实力 我们秦家呀 不比顾家差 一个小小的拍卖会 对我们秦家来说轻轻松松 真不愧是驾驶拍卖会呀 这也太豪华了 妈 你快看这珠宝 真漂亮 这次驾驶拍卖会非比寻常 各界名流都将到场 注意点规矩 咱们是来竞拍的 我们才是甲方 是金主 就应该横着走 不错 顾总你别忘了 今天你来是来竞拍婚戒 哄荣荣高兴的 荣荣可是为了你未婚仙韵 石头哥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 就应该宠着买买买 你变了好多 那个女人 怎么那么熟悉 石头哥 你看那个女人 好像姐姐呀 女儿 你肯定看错了 那小瘸子 怎么可能是一太端庄的 千金大小姐呢 也对 石头哥 我要买和她一模一样的离裙 看起来好高呀 那不是秦大少吗 第一次见她戴女半 郎才女貌真般配 这女的是谁家的千金大小姐 竟然这么有气质 从头发丝到脚后跟 都在发光 你没发现吗 她身上穿的裙子 是最昂贵的 意大利手工定制的 戴的耳环是皇家古董级的 手表是几百万的 鞋子更是全球限量款 实力强大的可怕 放开她 你怎么和她在一起 你跟她什么关系 她是我 顾总 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的是用得着你管 是啊 我是她什么人 不管是江河 还是这个秦大少 她想跟哪个人在一起 都是她的自由 你是不是忘了 我是你的债主 没有我的允许 不能离开我 顾总 这下我们两亲了 我个什么心脏 我突然这么痛 你没有男人活不下去了是吗 居然跟着我们来家事拍卖会 还想搁业我为恢复 真子要理 晚安 把这女人给我轰出去 哥 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呀 你一定是被这个女人给骗了 闭嘴 我秦家人的眼里容不得杀子 少跟我这攀亲戚 难道秦家发现我拿江西雅的血 也造亲子鉴定的事情了 姑娘 看好你的女 不然跟她一起滚出去 好大的口气 彼此彼此 一个月时间未到 晚上十二点之前必须回家 姐姐 你别忘了 你还有个未婚夫江号 这么多男人 你吃的消吗 啊 石头哥的打我 他吓着我们的孩子了 江西雅 给我道歉 你要再不滚的话 我会继续动手 江西雅 你别都断进尺 你怎么变得如此嚣张跋扈 对啊 拜你所思我变了 你慢慢看 你先出去 谢谢 一家人不用说行 你现在很虚弱 要好好照顾自己 没事 我是个石头哥 不是江 石头哥 你继续害死了 我们的孩子 顾总 你要想打架 我随时可以奉陪 顾总 忘了给您送新婚祝福 我祝您 龙玉玲 儿孙 国宝级设计大师设计的翡翠观音 其拍价一百万 我记得妈妈喜欢手抄佛经 这个翡翠观音她会很喜欢 妹妹 喜欢什么就买 哥都给你报销 一百一十万 喜欢我大哥的小情人多了去 他算个屁 一个死瘸子 根本不配合顾总的夫人比 三百万 真大方 不愧是白衣总裁的女人 三百万 一致千金的 想跟我抢 没门 加一倍 六百万 她疯了吗 我没听错吧 出手太阔寂了 这是谁家的千金大小姐 就漂亮 又有钱 太羡慕了 两千万 加一倍 四千万 这个贱人她就是故意的 石头哥 我不能输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秦大少对你真是大方 你们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五千万 你算到了 他是不会跟的 石头哥什么意思 我没听懂 五千万一次 五千万两次 五千万成交 你是准备用这种方式 这一千万吗 翡翠关音让给你 事情变得有意思了 贱人 他是故意驾套的 我被骗了 关音根本不值这个价 哈哈哈哈 真是个大愿者 花五千万 买个两百万的东西 酷鸡眼是脑子被铝铁 石头哥 他是故意转握的 你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 他说的很清楚 想和江总想和我 石头哥 我看他喝了你那么多气 我心疼 你是不想要冰蓝之梦的钻戒了吗 绝对不行 那你在心疼什么 石头哥 我是想 钻戒还能增值 以后可以留给我们的孩子 实在抱歉 就在刚刚 我们的钻石局会员通过内购 已经将冰蓝之梦钻戒买走 所以 冰蓝之梦钻戒 不再进行拍卖 什么 我不接受这个结果 我无恨富有的事前 这个钻戒我卖定了 石头哥你一定会给我卖 死瘸子 你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 我绝对饶不了你 站住 把冰蓝之梦钻戒给我 我不想还 走吧 跟我走 顾北辰 你以为这是你的地盘吗 你跟他什么关系 秦家最好少管闲事 他是我女朋友 麻烦你离他远点 我不信 他已经有未婚夫了 所以你今天来 不但想把戒指拿走 还想把我送到江浩身边 顾总 回去好 我 我跟江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是想知道 你父亲病情的进展吗 等我五分钟 别被他骗了 不会 叫你车一用 老二你马上去查江建国的情况 老三你马上带人派车过来一趟 马上 大夫 微笑快听车 江西雅 你刚留着 就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不救人吗 她对我很温柔 我很感激他 睡了 睡 果然跟你妹妹所说的那样 是随随便便 靠身体上未的女人 够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如果不是关于我爸的事 我现在就算 你不是嫌我糟了你要幹什麼 孤男管你 你說呢 冰藍芝麻果然在你這 你還給我還給我 你冒充依依那晚 你不抗拒 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 別人睡過的男人我先走 你說你到底是誰 你是不是依依 你是不是依依中央我 依依是一段記憶 不是完整 不是活生生的人 你到底是要取一段記憶 還是一個活著的女人 這個戒指我很喜歡 這一次我不會讓給任何事 你說的對 我喜歡的也不會讓給任何 現在我必須驗證一件事情 混蛋 小雅你養護的事情我已經查清楚了 我準備好了私人飛機 如果你要擔心的話 我馬上帶你回去 你到底給秦大嫂吃了多少冰魂啊 讓他這麼在乎 請你以後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 走吧 想好了我們走吧 走 愛情不是身份綁架 小雅 我不是你親哥 我是媽媽領養的 我沒有血緣關係 對不起哥 我還是沒有辦法接受其他人 小雅 你不要有任何壓力 我會一直在身邊 不管以什麼身份 謝謝 震撼 神秘的秦家千金 在法國頂級家事拍賣行 豪製四十億購買冰藍之夢鑽戒 贈所孤兒救出慈善基金 秦家家母召開新聞發佈會 正式將全部資產 你竟然真的是秦家千金 好 鄭總出大事了 郭總呢 為什麼沒和您在一起啊 他去追那個賤人了 已經說了要幫我奪回賺錢 到什麼時候了 你還在於那婚禁 你是不是 在這親子見面 秦家都發現了 什麼 你看 什麼 亞洲第一的賽馬場 當見面禮 秦家可沒說 這位千金居然這麼可愛 有錢有顏有哥哥 真的是頂配人生 羨慕啊 原來今天的神秘VIP總裁 居然是秦家千金 難怪如此好合 不過 秦家不是和顧佳訂婚了吧 那顧總今天帶來的是 小子兒這些新聞都是假的假的 假的 秦家發現你是假的吧 好啊 秦家回到另一個盪力了 一個是我嫁 快弄死那個賤人 爸好 我馬上帶媽回去 好 走 這幾年 江家 一直故意讓江新榮 冒充你和秦家聯繫 前前後後 拿走了秦家幾千萬 最後 還讓她來秦家認親 這麼多年我一直蒙在鼓裡 小雅 你根本不欠江家的 就算是欠 也早已就還清了 快來月啊 我求你了 快不行了 這次等於 你爸爸的最後一面了 好 你啊 永遠都是子應有精人 你臉嫲很難看 是不是品賤 喝點水吧 謝謝 一下 星兒你終於回來了 醫生說你爸爸必須馬上換生 不然會死的 求求你了 你就捐出一個是救救你爸爸吧 姐姐冒出你的身份是我錯了 求求你救救吧 你們先起來 姐姐 其實我不是故意想搶石頭喝的 是因為 不得了腦腫瘤 只剩下半年的時間了 不想有個自己的孩子 所以才和顧北辰在一起 對不起 我發誓 我要是騙你我就不得好死 我的孩子也不得好死 求求你把顧北辰讓給我 半年半年就夠了 我明白了 快把人送走出水 我看誰敢 哥我真沒事 都被人下藥 怎麼可能沒事 一家就沒一個好東西 你馬上起來跟我走 哥 錢的債我可以 但我不能眼睜睜看著我養父死在我面前 好 我明白了 那你好好休息 沈緣的事我來解決 你 做人不能再來 要不是你要經歷 早就在 在官員門口 秀兒別這麼 人都是有兩個 剩你捐了一個還剩一個 小手术而已 這份器官捐獻喜醫術 你就簽了吧 一般等你救命 你們為什麼要說逼我 夠了 你怎麼來了 夠了 顧總你怎麼來了 難道你們不知道 他剛生去孩子身體虛弱 經不起任何手術 我看你們倒是健康 你們不是要救人嗎 自己去捐啊 不過是一個小手術罷了 死不了人的 好女婿 這是我們的家事 你就不要管了 有人願意嗎 手術費我全包了 甚至以後的養老錢 我都包了 你進來再去 我想起來了 醫生讓我去拿換眼單 月母 我陪你去 虛問 你還給我 你為什麼一直看著我 為什麼我會對你不過來 這是我和依依之間的秘密 那晚我沒撒養 你也沒有 什麼意思 我才懷疑 那晚的人是你 是嗎 你考錯了 我去陪你的未婚妻 在這糾纏我幹什麼 既然你是秦家千金 那按理來說 你才是我真正的未婚妻 我們 名正言順 沒資格靠近他 我沒資格 那你有資格嗎 別再騙 既然他是秦家千金 你不會是他哥哥吧 你根本什麼都不懂 你只會一而再咱三的傷害他 我們之間的事 輪不到你個外人插手 插手 我給你 哥 熊柔已經懷孕了 你好好照顧他吧 真的嗎 是 別擔心 是為你找到了 不再欠江家任何東西 那個雀子答應了 從小到大 他最聽你的話 也最心疼你 一定會答應全身的 還是爸聰明 只要等顧北辰死了 這下顧家的財產都給我們了 是容容演技好啊 你下跪的時候 我的眼淚都流出來了 江欣也那個蠢 自然會被你騙得團團轉 不好了 秦家找到甚遠了 江欣啊跟著秦大少走了 什麼 怎麼辦呢 看樣子 他是可樂性 不要斷絕關係啊 千萬不能讓顧北辰 知道他是真正的江依依 對 這個女人不能再溜了 在馬城那邊 準備怎麼樣了 已經準備好了 親家口在馬起家 小心一下 我對你 你選擇 你選擇 他 絕對無處心 后来受养了我们三个 也是为了能找到你以后 我们能好好照顾你 我现在真的很幸福 好孩子 妈妈岁数大了 身体也不行 这以后秦家呀 全靠你和你的哥哥们 妈 我一定会守护好秦家的 我相信你 但是妈妈不希望你和我一样 孤独一生 所以你在他们三个当中 选一个吧 妈我愿意照顾你 我也愿意 妹妹你要是跟我在一起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啊你顾叔叔呢当年是救 所以给你订了娃娃机 可是现在呢你不许帮顾叔 那就只能在他们三个当中 选上一个 这样呢妈妈也就彻底放心 可怜不做 这位我在这里隆重介绍一下我的女儿 也是我们秦氏集团的继承人 秦依依 大家好我是秦依 为了庆祝我的女儿呢 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今天的赛马奖金提升一个亿 果然秦家是首富 一个亿啊 这哪里是千金 这是万金 谁要是全金 那简直是人生赢家 你没看报道吗 秦家三个养子 已经为她风魔了 还有绯闻说 她已经怀孕了 难怪要和顾总 秦三少 那可是千亿少女的梦 姨 你真的考虑好了 只想和我们当兄妹 有你们三个亲人的爱 我还满足了 好吧 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 会等你 江浩江浩你来干什么 成会儿你不知道 先生先生 你怎么一个人躺在地上 一一呢 一一 一被抓走了 都怪 可没有保护 只要监控 走 我去拿钱 你们把它解决掉 记得处理干净点啊 是老大 死了不是可惜了 宝宝 你们试试 我看 你们躲开 马上就是我的 小康 你到底在哪 是老大大 这次真不关我的事 都是江家干的 他们既想要江新雅的面 还想要你顾家的家产 我可以带你去找依依 快带我去啊 还是真 是万 还是万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容容 就在我 你让他们放开我就在我 你看起来真可厉 像当你 像一条只会摇尾巴的哈 所以 是你让他们跑家 我你才发现 你不死 我怎么继承你石头哥的家 你都是装的 当然 我可是要活到长命百岁了 不过 我跟你们说 今天都 可这话怎么说来的 一家人就是要死的整整齐齐 哈哈哈哈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 这是发卡的 你不得这么做 姐姐 你该比较还有一 是 我让你见面 你不都下去吧 是什么啥的 什么意思啊 你没听错 当年 就是我把你从秦家绑架出来 拿到输金后 然后丢去孤儿院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恨有钱人 尤其是过得幸福的有钱人 要不是你爸爸不肯借钱给我 我儿子也不会活活病死 这么多年你都是在装兵骗我 当然 你以为我说你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要看你全家骨肉分离 你还不知道吗 你惨造车祸 你妈哭成半个瞎子呢 气话 你可没有任性的东西 这在哪 石头哥来了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咋是真正的 好人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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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哎 嗯 你还是见识 大口石头哥 到哪 你 走 你啊 你 就是个疯子 石头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路上 死到临头了 还在那你懂我能 你害得把我放在眼里了 你不过是个助手 没资格在我眼里 哈哈哈 我没资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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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你别动他 不管什么条件 我都能答应你 都得 那我要你站着别动 动一下 我就在他的里上 我还以动 行 我不动 石头哥 好 啊 啊 啊 你有今天啊哈哈哈哈 給我死裡的 是老公是老公 是老公是老公 一 照顧你是老公 江總晚點有人來了 啊 殺死你狗男女 好 來來是老公 是老公 是老公 是透過我們走 你先走我們倆一起誰都走不了 要的一起走 快走 是老公 是老公 小雅好消息 江家還有那個江浩 都已經被抓起來了 我被承擾 他怎麼樣了 他恐怕 哥 他怎麼了 他到死 都沒得到你正式的原諒 是老公 早就原諒他 一 你